以卖保险为生的马奋斗被邀请回学校做演说 但溃于自己的职业不敢上台说话 这时台下有人嘲笑她是卖保险的傻蛋 状况一度失控 和马奋斗一起毕业的同友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马奋斗很是埋怨命运的不公 马奋斗的前女友珊珊音拍按摩油广告出名 不久打来电话告诉奋斗自己马上要结婚的消息 马奋斗感到异常的难过 这时土地婆上官芙蓉为帮助马奋斗装作客户来买保险 告诉奋斗让她对生活充满信心并给她送来一箱元宝 马奋斗认为她是神经病对她的行为置之不理 马奋斗在保险公司组织的篮球比赛中受伤后 再次偶遇上官芙蓉 上官芙蓉说要帮她实现19个愿望 马奋斗仍不相信她 回到家后马奋斗发现水淋不到她 夜晚异常精神不想睡觉 第二天一早 马奋斗发现上官芙蓉坐在她家里 并告诉她曾取下的19个愿望正在实现 马奋斗对发生的事情内心愈结 很想见芙蓉 于是抱着芙蓉的东西去见她最后一面 她跟芙蓉讲述了她的变化 芙蓉看到她的发型在一瞬间发生改变 于是相信了她 芙蓉安慰马奋斗 在她身上的改变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让她不必担忧 临走时还邀请她参加聚会 马奋斗年轻时的愿望正在慢慢实现 她年少时喜欢的陈老师主动来引诱她 拥有青少年最想要的卧室 曾经滥到家的球技也突飞猛进 身体能力也越来越好 马奋斗从诺大衣柜选出精致的西服 开着变形钢铁的马沙拉蒂 拥着四五个美女去参加珊珊的派对 布兜里是掏不完的钱 所有人都很羡慕马奋斗 但她看到珊珊和她的未婚夫轻轻握握 顿时很伤心 带着几个美女开着私人飞机离开了 马奋斗虽有美女在怀 但仍然想着珊珊 她很快回到家想要找珊珊告白 此时珊珊却因为胸部突然变大来质问她 珊珊因马奋斗嫌弃她 生气地转身离开 马奋斗追出门告诉珊珊 她仍然爱她的事实 马奋斗第二天一早准备抢婚 受到叔叔阿姨强力阻拦 后来她拥有了金刚狼的超能力 准备飞上楼去见珊珊 却被珊珊的弟弟打下楼去 谢飞告诉马奋斗 她曾经许下的第十九个愿望 是今后不再见珊珊 马奋斗后悔莫及 悲痛往昏 在谢飞的帮助下 马奋斗把一箱元宝退回给上官芙蓉 并祈求上官芙蓉收回她许下的十九个愿望 换回她跟珊珊的再次见面 在珊珊婚礼现场 马奋斗用她一番真挚的话 重新换回珊珊 二人成归于好 就像电影说的那样 要想实现你的愿望 就要想办法把生活给办了 越丰富越好 而不是让生活把你给办了 感谢观看